在过去40年间 宝马在轻能源上面做了非常多的尝试和测试 那么包括人家之前的5系7系 包括今天的X5 宝马在轻能源上做了非常多动力总长的尝试 那么今天我们试驾这台IX5的氢燃料电池 是宝马在轻能源上面尝试了最新的一套产品 那么它其实也打破了大家对于内燃机 对于汽车动力来源的一个全新的认知 这台车的中间有两个储星罐 能够储存6000克的燃料星 那么在车尾部有一套170千瓦动力电池 那么同时电机也可以输出295千瓦 而燃料电池系统的输出功率能够达到125千瓦 在正常状态下燃料电池系统可以驱动后轮来进行车辆驱动 当然在你全油门加速超车的时候 动力电池也会向后轮输出动力 从而实现最强的动力输出 而在车头是一套氢燃料的一个总成机构 那么这套总成机构它有一套薄膜 它将氢分离为电子和质子 那么电子通过电机来驱动车辆 那么质子会通过薄膜与氧气结合产生水 从而这台车真正的实现了绝对环保的一套动力动成 那么在驾驶过程中说实话 这台车更多的还是像我们现在驾驶的电动车 无论是扭矩输出加速度 包括重心的偏移都非常像现在的电动车 但是比电动车更强的一点 是它整车的重量更接近于一台 插件式混合动力车型 并不像电动车那么的沉 所以这台车无论在工程逻辑 在使用逻辑和实际驾驶过程中 我认为它才是真正未来清洁能源动力总成的一个标杆 那么接下来这套测试车在全球有50台车 正在全球进行着各种项目的测试 高寒 高热 高海拔 以及很多恶劣的工程测试 我相信在未来清燃料电池一定是市场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